这些经历对于你来说 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有时候我们做工艺的时候 我们去做一些这个事的时候 真的不是为了帮助别人 而是为了帮助自己 怎么讲 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事 管理也好 经济也好 体育产业也好 其实很多事我们越说都说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事 但是当你去简单单做这些工艺的时候 你发现事情变得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任何回报的需求 然后说到特奥会 特奥会更是这样一个环境 这里边的人 这里边的教练 这里边的工作人员 都是抱着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纯洁的一个心态在里边 使我们有一个地方 感觉我们去帮助 我每次都有这种错觉 我去帮助 我去参与这个活动的同事 其实是他们帮助了我 是我找到了这样一块心灵上的 那种单纯的快乐吧 我想是这个意思吧 单纯的快乐 你可以像孩子一样 在姚明这一段全新的人生路上 他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身份 这就是被称为公益姚的公益身份 近些年 他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在姚基金上 希望这一专项慈善公益基金 可以长期有序的发展 目前姚基金已经援建了18座学校 希望小学篮球季作为首个希望小学篮球赛事 以近2万所希望小学作为基地 围绕着希望小学学生们的运动需求 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当姚明和孩子们在一起时 尽管他高大的身姿显得更为高大 但是他的微笑却一下子弥合了 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发现就是说 其实现在社会对希望工程和工艺的热情 都非常高 很多在捐赠上都是非常慷慨 那我们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建立一些内容方面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建立 就仅仅是捐了钱或者捐了物资以后就撤了 这样缺少一种人和人的互相之间的联系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叫希望小学篮球季 我们做的方式是把希望小学互相之间联系起来 给他们派志愿者教他们去怎样去组织体育课 教他们打篮球 然后为他们组织篮球联赛 最重要的是人和人可以经常接触 互相之间有互动 这种互动可以是肢体上的 比如说我教你什么一些东西 还有或者物资上的这些东西 还有重要是语言上的情感上的这种交流 做这个方面的工艺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它只是自己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所必须的一个部分呢 还是说就是因为我看到 其实你还花了不少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它对于你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吧 体育有改变世界力量 这不是一句空话 体育可以让人变得更加自信 可以改变人的一种性格 可以改变人的一种交流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教会你很多的这种团队的这种沟通方式 领导力的沟通方式 然后教会你面对输和赢的时候 怎样去面对下一场竞争的时候 你赢了一场球 你下面一场球是交兵必败 或者说乘胜追击 还是当你输了一场球以后 或者是哀兵之资 还是 分起之追 还是分起之追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认为很难以 很难以靠课本 很难以靠字里行间的阅读去掌握 你必须要让他们有种体验的试验场 体育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体育就是给它一个最佳的试验场 因为体育场上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把它减而繁殖 就是我们的保罗万象的一个社会 近些年 在其他的公益领域 我们也经常看到姚明的身影 比如2013年 他与威廉王子北克汉姆 共同拍摄的 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贩卖的公益短片 在全球播出 没有买卖 就没有下海 作为动物保护组织 野生救援的公益大使 姚明也曾多次深入非洲 一面是宁静的自然美景 那一面是为盗猎者夺取生命的大象 犀牛 触目惊心的残骸 悲惨的场景让我终身难忘 人类究竟做了什么 姚明还是特奥会全球形象大使 这些经历对于你来说 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有时候我们做工艺的时候 我们去做一些这个事的时候 真的不是为了帮助别人 而是为了帮助自己 怎么讲 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事 管理也好 经济也好 体育产业也好 其实很多事我们略说都说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事 但是当你去简简单单做这些工艺的时候 你发现事情变得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任何回报的需求 如果说到特奥会 特奥会更是这样一个环境 这里边的人 这里边的教练 这里边的工作人员 都是抱着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纯洁的一个心态在里边 使我们有一个地方 感觉我们去帮助 我每次都有这种错觉 我去参与这个活动的同事 其实是他们帮助了我 是我找到了这样一块心灵上的 那种单纯的快乐吧 我想是这个意思吧 单纯的快乐 你可以像孩子一样 从事公益 使得内心收获良多的姚明 也用她的另一种方式 回馈着社会 从2013年开始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她 也承担起为体制建设 触谋划策的职责 姚明曾表示 做运动员时 如果第二天有比赛 我们当天可以去做计划和调整 然后在第二天就可以看到效果 但现在我所做的事情 更多的是与别人沟通 讨论 再给出一些意见 从做出决定再去执行 到最终看到效果 可能要等一年到两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所以现在的工作 就更需要人的耐心 姚明还开玩笑地说 现在身高就没有什么用了 在2014年的两会上 你的一个提案 也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肯定 就是关于减少体育赛事审批的事情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首先减少审批不仅仅是在我们体育行 我们都是从市场角度来说 都是非常振奋的一种消息 这市场更大的灵活度 但是我们也要必须面对这一点 就是说当印象制度已经执行了60多年之后 有一个巨大的惯性 历史是有巨大的惯性的 不可能在那一刹那直接转头 转弯 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快能转变 但是这个火车头 我已经慢慢慢慢地扭过来了 这件事情对于一个职业运动队来说 到底有多么重要 能够跟我们来描述一下 这个描述方法是这么说吧 如果每一场比赛都需要审批 我们打多少比赛 是需要由国家来审批的话 比如说 他说我只能给你打二场比赛 但由于运动员的优秀运动员 他是非常少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在现役的运动员里面 最优秀的是一键连 一点人只有一个人 由于他的稀缺性 所以他价格是非常高的 我们现在打38场常规赛 那你把他的价格 分摊到每一场比赛中 比如得出一个数字 但是我们如果能打60场比赛的话 成本不一样了 成本就会 其实就在降低 同时成本在降低 同时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产值就得提高 这个产业就得提高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我认为体育产业 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运动水平的提高 运动员是靠比赛打出来了 比赛越多 比赛越多 他的水平会越高 为什么我和 普通中国运动员的水平拉开 是因为他中国联赛 在那个年代 就差不多10年前的情况下 一年只打30多场 而我在NBA一个常规赛 就有80场比赛 那比赛越多 他造成的这个差异就越大 那么不容易 我们希望 帮助 今天 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